暗信暗信 说了一个月 暗信不强了呀 好好疼爱孙二香 孙二香带着个进化 疼爱不了 大仙我明天割痔疮 能祝福我手术成功吗 好的 加油 尹个声 我看是不是要去反尹 刚才赢了吗 赢了呀 他应该红开吧 红开我们直接反蓝 三buff开 你不会在蓝buff这里吧 小老哥 我在 我怎么在这里晃起来了 这不让人家知道我在了吗 搞得我挺乱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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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不是反我的蓝了 反了耶 有人过来帮帮他吗 我们再去反个红好不好 来 A1技能 惩戒 打你的鸟 勾不勾得到 好像勾不到 那再反他的红 打他的鸟 吃他的红 让他超级难受 是不是 打得入侵性凶一点 因为你有隐身 别人拿你没什么办法 能不能勾到一个 红buff谁拿了 哦 他拿了 那就还好 他勾到了 那不就发财了 看他干嘛出来 他有没有进化呀 忘了 根本应该没有进化吧 套路他一手 兄弟你往哪儿走 诶 怎么突 这个人 突然从我眼前消失 吓了我一跳 他不要搞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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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坏事 呀喝 上当了我 哎呦 这个圈圈比之前大太多了 有点烦 不然他死了呀 早知道 早知道就不那么着急了 嗯 嗯 这一波套路 没套路到他 有点伤心 小走位 A一下 交一技能 回两波雪 是吧 是吧 二技能丢一下 A前面一下 一技能后面 这样回两波雪 很关键 不然你就要回家了 吃口药 买了个装备 买长剑 往上冲 机会 老哥 哎你这次怎么知道我在的呢 他 捅他 顺便把我捅出来了 我有点难 我需要一个隐身 他好像有进化了 哥们没大招 嗯 斩杀 漂亮 一技能 漂亮 感谢他突如其来的回头 哎 稍微等一下 我站躺下 他不可能冲我吧 好样的 我隐身 买了个装备 往前冲 讲播道理 道理在这里 哎 可以 一技 大招 啪击 啪啪 完美 是的 聪明的这个射手 把我的野区疯狂吃 讲道理就应该这样玩 标一下 打后面 回两波雪 对不对 隐身 买起我的小装备 吃口药 下路可以推 这里是不是那个 菊油精在 射手 嗯 好像还可以 吸他 吸他 吸 吸 吸 哦 好吧 嗯 公盘了 哎 这就很尴尬 我以为他 他有吸 原来他那个大招 还在CD 然后这个哥们 他直接跳上来 我就没办法了 只要是我不想杀这个 苏尚香了 他不值钱了呀 他怎么杀他才一百多块钱 不杀 不杀也不好吧 他不丢进化吗 这不进化 那留给他们杀 我杀这个 留个大招 啪击死掉 一手一技能按着个惩戒 直接大招 二技能接一下 我在眩晕他 没晕到 往这边 我我我我我我 我哎呀 我 回 回口血 其实我走位已经 我的走位已经躲掉 那个兄弟的操作了 结果他勾到我脸上 我又慌了 而我整一盘的对局 一直处于一种 慌慌哒的状态 就一直很慌 好吗 嗯 来了来了 隐身 我想直接铭刀 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这个铭刀 可以保我两万条命 嗯 兄弟我来了 往下走 我在疯狂奔跑 一手激情二技能 打空 一手隐身 然后呢 A一下 二技能A一下 一手大招 送他走 止 小拉走位 反手二技能 标他减速 踩他一脚 实力一勾 中了 好 就杀这个弓本 吃口药 隐个身 别慌 买装备买装备 往中路走 我有大招 这哥们进化 迎交 好的好的 你注意看这波怎么操作 我们需要贴脸 二一技能给大招 是不是 走到他脸上 小走位 一手贴脸 二一技能给大招 啪击一下 死掉了吧 是不是 然后再隐身 这边二技能 标到一个野怪 A一下 一技能回两波血 再把这个野怪打死 又回波血 对不对 打暴君吗 七分钟的暴君 其实打不打 无所谓了 下路这个人 已经交了进化 你懂我意思吧 交了进化 赶紧疼爱他 一手隐身 学个一技能 绕一绕 我感觉他应该是 回中路补这个线 所以我们往这边绕 是不是 这个线马上推掉 推掉了后 这个双枪马上露头 露头了后 他有点慌 他往后走 他想输出吗 他给了个翻滚 然后呢 他翻不翻滚 他不翻滚 他不翻滚算了 好 原来我已经被别人看到了 他边飞过来 我一手二技能 A一下 一技能 A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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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手惩剑 A 再隐身 是吧 非常稳 吃口药 兄弟是不是想拿红buff 他没这个兴趣 那算了 我们把这个红buff给清了 装扬箱 应该是躲到家里 不敢出来了 你发现了没有 把他们野怪都打一下 我们队友怎么死了 你死一下 他要吗 要我就让了 好的 这个人 是机会 这不杀这只局 吹 勾 二技能 一技能 再见 完美 他前滚翻 我小绕位 买了个明刀 一手隐身 侧边位 直接切入 有办法 是你 让他走 流伤 No 绕 上路 他会清兵一下 在这里给他一个惊喜 一手精彩二技能 飙到 没后续了 隐身 然后呢 没有然后 推下路吧 我们该推塔了 朋友们 如果不推塔的话 我们应该拿主宰 他们怎么想 但是拿主宰 风险系数太高了 所以我们要等 等那个 钟葵勾一个 好 这边切入了 不慌 我来救他 他撞他 我一手二技能 一技能 定他原地 一技能 A他 兄弟 打他 全场来回跳 我继续引申 讲道理 人呢 人出来了 给了两枪 把他秒了 这一波 原地炸 我小拉走位 兄弟 我应该把下路拿着秒 下路有没有明刀 他没明刀 那我也可以把他杀 二一技能 A 大招 惩戒A 兄弟 痛痛痛痛痛痛痛 我笑了 他往这边走 我就放心了 别让他送他 好样的 助攻还拿到了 这一波并不亏 把破军拿一下 我居然杀这个杀不掉 太假了吧 果然没破军 伤害还是差一点点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拿主宰了 我的朋友们怎么想 打不打主宰 算了打主宰容易炸力 这往后面拖 我们作用会越来越小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蓝灵王有个外号吗 优势不胜难 说的就是我们这个英雄 很尴尬 好 经过我的指挥 我们这个老 我们这个陈小金是直接扑向了这个主宰 我们二话不说 也来到主宰这个位置 我现在怕就怕什么呢 打得好好的 这个哥们开了个大招 把我们全部 没事 按错了 精彩的翻盘 就应该从现在开始 好吗 游戏这样才精彩 完美 勾得好 踩一脚 眩晕 吸 还是我的隐身 咱们 ? 由国 说 从对 收턴 收腾 稍게做 受нич 哦 good 要炸了 好穷 完了我后面越来越没有作用了呀 我要开始担待了 太穷了我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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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啊 别别别别小心小心 骂老哥 哎呦这个人子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太难了 我要出个中施A塔了 碎心锤有必要吗 没必要吧 没必要中施吧 嗯 我太难了 我的队友也没怪我 我的我的 赶紧承认错误 你知道吗 他们也没说啥 好奇怪啊 这是我的队友吗 不是应该说这个蓝陵王你会不会玩呢 也没有过分的责怪 相反让我感觉到有一丝不适应 渐渐的习惯了队友 那种怒火燃烧在我这个屏幕上面 他们现在也不燃烧了 我们能不能打这个 算了算了算了 别别别别别 我有点慌 慌慌 完了 我开始慌了 这兄弟也许招不住啊 我们能打主宰吗 金光安影主宰 来了 这一次再也不会丢掉了吧 可以失误一次 但不能再失误一次吧 此刻间我们的伤害很顶 他飞了过来 我二技能 A一下 一手一技能 A一下 A两下 吃口药 下路我回家 我回家 没问题 嗡他 啊 这么痛的吗 这不是过去大招 嘿 勇气 勇气 可佳 好样的 我们这个百里手约 他会玩 稳了 嗯 A一下 一技能 A一下 买装备 隐身 嗡 很感动 银 对面 对面还是送了起来 打得非常漂亮 好吗 嗯 他要勾他吗 他直接吸我 二三技能 A一下 扭扭扭 这都能赢 还可以 中间有一波小失误 你知道吗 本来那个主宰应该是我们的 会很快结束这波战斗 但万万没有想到 作为防守方 对 防守方的我们 这个抢主宰总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 你懂这 你懂这种压力吗 对不对 这种压力的来源 是 你的队友会认为我们拿的是应该理所当然 但是进攻方就显得非常从容 拿得到就拿 拿不到就算了 对吧 所以他比你这个从心态上来讲是有着天然的优势 所以丢了也没什么好责怪的 是不是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 看了没 我的队友就 没有说我一句 你懂我意思吧 大家都能体谅 我相信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当然也是能理解这种心情的 所以你每次在打主意的时候 一定要 心态放好一点 就像 就不像我这样 好吗 赢是赢了 但我并不是MVP 要认为你炒了 观众朋友便宜 订阅